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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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艾斯那里丢完人之后又跑到了泰国中 被多罗伯恩拿走了计时器变成了撒气的皮套 这真是连死法的五花八门一点都没有成案 当然在这里我也只是提了几个典型的例子 像死过三次的奥特曼除了赛罗之外还是有很多人的 在你心中哪一个阵亡瞬间是你最喜欢的呢 我在片段中等你们哦 今天的节目到就到这里 感谢我们的总部和一个立场的 都满心议员 我是纪元不冲突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